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国家和组织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干涉香港事务 北京上周五突如其来的宣布对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导致贸易战全面升级 北京此番对美国农产品和原油加税必将直接拖累中国经济 而美国对中方加征新关税将再次重击中国GDP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全面危机 在贸易战中处于防守地位的北京突然推出自杀式的关税报复 让海内外人士大呼意外 纷纷质疑这是否出自于正常理智冷静的举动 但是仅仅三天中方态度即出现了反转 26日本周一新华网转载报道指 在当天于重庆开幕的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上 主导对美谈判的中共副总理刘鹤表示 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 并称中方愿意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和合作解决问题 外界认为刘鹤此时呼吁冷静磋商 可能暗示北京不会再跟进升级贸易战 有港媒分析 北京此番突然变脸有三大原因 其一是美方反击之强硬出乎北京意料 美国总统川普不但当天即宣布 对全部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再加税5% 还警告可能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下令美企撤出中国 让美中经济彻底脱钩 其二是正在法国召开的支持会议上 所有国家都支持美国加码遏制中共 中方陷入了空前孤立 其三是贸易战突然升级 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大动荡 其中人民币对美元离岸汇率 周一一度跌至接近7.2 危机中国金融系统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人民币再次大幅贬值 将重挫中国企业偿还美元债务的能力 中企或将在线违约潮 香港大学学生会 8月24日凌晨在脸书上发布一段视频 至23日晚有10名香港大学生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阪营被大陆公安扣查 其中有香港大学的学生 因为他们曾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支持香港民主自由 发布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送中运动的言论 暂时未知具体情况 这是继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职员郑文杰 在大陆失踪 并被扣上嫖娼罪名后 又一起港人被扣查事件 目前获悉这些学生已被释放 从视频中可见 有数名年轻男女正在被公安查问 该视频曾在大陆微博热传后遭到删除 香港大学学生会署理会长黄成峰表示 有学生的哥哥收到弟弟从西藏发来的短讯 称遭到公安扣查后失去联络 港大校方及学生会也联络同学的家属 学生会也联络了律师团队 港大发言人证实 被扣查的学生当中大部分是港大学生 学校十分关注学生的情况 已与他们的家人取得联络 正积极联络有关部门了解情况 并尽力提供支援及协助 香港入境处接获求助后 已与特区政府驻成都办及有关大学负责人 联系跟进事件 并按照当事人家属或校方的意愿提供协助 澳西华人自称民主小贩的杨恒均一案 一直扑朔迷离 牵动着海外华人的心 澳大利亚和西方国家也对此寄予了巨大关注和努力 现在终于有了结果 北京方面证实 澳大利亚人士杨军又名杨恒均 因为涉嫌间谍犯罪 于8月23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正式逮捕 杨军今年54岁 2019年1月19日从纽约抵达广州后失踪 中国当局稍后证实 杨军已被有关部门拘留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8月27日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就此案进一步办理当中 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办案 充分保障杨军的各项权利 澳大利亚政府星期二就澳籍作家杨恒均 被中国与涉嫌间谍罪正式逮捕 表示非常关切和失望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一份声明中说 澳洲公民和博士杨恒均均涉嫌间谍罪 在中国被正式逮捕 政府深感关切和失望 他说 我们期望中国对此案的审理 符合司法和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 我愿再次重申此前的要求 如果杨博士因为政治信仰被关押 他应该被释放 佩恩说 澳大利亚希望中国能够根据国际人权法 对待杨恒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对澳大利亚政府就杨军案发表声明 表示强烈不满 他说 中国是法治国家 澳方应该切实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中方依法办案问题 据港媒报道 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续不断 多次爆发的警民冲突 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8月27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行政会议前召开记者会 她在会上谴责民众使用暴力并驳回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 林郑在会上批评上周六日的反送中市民目无法记 又说政府对暴力林容忍 警队使用的是最低武力 亦符合警务处指引 针对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事件 林郑称 特区政府与人民一样关心调查进展 会严肃调查事件 但政府不会采取以暴制暴的方法 会使用法治手段让社会恢复平静 至于外界批评警方与黑社会勾结等问题 她坚称仍有监警会处理 26日有港媒报道 她曾在青年广场与市民对话时提到 政府不设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因为警队抗拒 但她在27日的记者会上否认此事 并说不设独立调查委员会 是因为监警会可以处理事件 另设独立调查委员会并不合适 对于市民多次提出的五大诉求 林郑重申 政府不是不回应示威者诉求 而是不接受这些诉求 她重提政府以暂缓送中条例修订 对其他诉求 她认为政府不应因为示威活动而接受 有记者问她会不会辞职 她又重申 作为负责任的特首 她不会辞职 仍然要继续坐这个位置 处理香港事务 目前报道有关香港示威抗议运动的外国记者 大多定期往返于香港和内地 驻华外国记者在香港和内地边界受到检查 被询问有关其报道的情况已成常态 在北京机场 外国记者曾被扣留长达数小时 中国外交部甚至制定了 有关香港报道的官方建议和指示 据悉 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在北京上海或深圳设站 若从香港过来 需要通过边检 外国驻华记者协会主席范德克里普指出 一段时间来 与边检有关一再发生不愉快事件 他指出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收到了多个在港工作过的 北美 欧洲和澳大利亚记者的报告 根据这些报告 在从香港前往深圳或北京时 他们当中至少有五个团队在入境时受阻 并被搜查 他们携带的手提电脑 智能手机和相机均遭到检查 上周 一个英国摄影组的三名工作人员在北京机场的边检中被扣留数小时 他们被禁止使用手机 并被分别扣押在不同的房间里 中国当局向英国记者对有关香港的报道提出了很具体的问题 另一个记者团队也有同样的遭遇 当时该团队试图从香港开车去位于内地的深圳 围绕香港事件的定义中方和外媒之间存在争议 中国政府试图按其定义解释抗议行动 数天前 中国外交部也向许多德国的编辑部门发出了有关报道的建议 在这一四十二页的建议书中 人们可以阅读到 中国政府对于香港所发生的事件的立场和解释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 bwd6 by bwd6